现在很多女孩出门都喜欢戴口罩 并且都是那种一次性的口罩 那么是因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随着世界上化工业的发展 许多城市的空气质量变得很差 导致雾霾变得很严重 在雾霾很严重的城市路上 有非常多的行人会戴着口罩的 有的是一次性口罩 也有的是专门防止雾霾的口罩 但是一次性口罩的防雾霾效果 远远比不上防止雾霾的口罩号 女孩们之所以选择戴一次性口罩 一次性的口罩大部分是因为一次性口罩的价格低廉 并且美观 毕竟专门放雾霾的口罩价格非常昂贵 第二个原因就是为了保暖了 毕竟在冬天鼻子被冻的可能是非常难受的 在北方还很容易被冻伤 虽然一次性口罩非常薄 但对于保暖防风 以及防止一次性吸入过多冷空气是非常有用的 同样围巾也有防风保暖的作用 但是女孩子涂了口红后很容易蹭到围巾上 所以一次性口罩就成为了很好的选择 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生病了 毕竟为了防止病毒的传染 戴口罩是为了他人好 也是为了自己好的行为 能够保护好自己 也能保障身边人的健康 第四个原因是为了凹造型 现在很多明星以及时尚潮人都喜欢戴口罩凹造型 非常酷并且很有感觉 很多女孩子戴上口罩之后还有一种朦胧美 第五个原因就是因为跟风了 毕竟一件事情流行起来都有他自身的原因嘛 明星的带货或者身边的朋友都戴起了口罩 那么就会掀起一阵口罩风 其实不管是不是跟风 只要是自己喜欢就很好 ,就是温泽一阵口罩以后 这是什么 Tip p